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改革的阻力特别大 可以预见这改革可能不会成功 可为什么这些官员们还是要铤而走险呢 难道他们看不到危险所在吗 当然不是了 驱使他们这么做的最深层次的原因 就是在他们的心里都有一个希望国家富强 希望帝国复兴的伟大的梦想 皇帝只是他们实现这个政治报复的载体而已 皇帝的支持是他们得以实现梦想的重要因素 他们也估计到了敌人的强大 只不过他们没想到敌人能那么强大 当改革开始没多久的时候 宦官们就发现这个事情不好了 这是针对他们要下手了 于是他们纠集起一大批反对派大臣 以唐顺帝理送中风口不能言为理由 发动了政变 逼迫唐顺帝传位给太子 就这样 皇权发生了转移 唐顺帝在历史上仅仅在位八个月 而刘雨昕等人发动的永贞革新呢 也只维持了146天 非常的短暂 提到短暂的改革呀 在中国历史上其实还有一个 就是康有为梁启超领导的戊戌变法 结果我们都知道 这两次改革没有一次能够挽救 他们所处的时代 他们所在的帝国 唐顺帝位置传给了太子 憋屈啊 没多长时间就忧愤而死了 而继承了新皇位的这个皇帝 就是唐宪宗 这唐宪宗对于刘雨昕他们是什么态度呢 各位可以想象啊 他是被宦官们推上来的 那么他当然是会亲近宦官咯 刘雨昕等这些改革派 想要动宦官的蛋糕 皇帝当然不会同意咯 于是王丕被贬为司马 没多长时间就病死了 王淑文被贬为私户 没多长时间也被刺死了 刘雨昕 柳宗元等等八个改革派的干将 都被贬到偏远的周俊担任司马 换成今天的普通话来说 就是从炙手可热的中央干部 贬到地级市当公安局长 在历史上这个事件被称为二王八司马 就这样 刘雨昕的仕途来了一个180度的转折 从冉冉升起的政治新星 变成了前途暗淡的戴罪之羔羊 那么刘雨昕被贬到哪了呢 先是远州 也就是四川阿坝州的冒险 这时候刘雨昕刚刚33岁啊 正是年富力强的时候 正是人生应当辉煌的时候 可是呢 他却开始了自己在贫困县的工作 而且新任的皇帝明显就是整他 哪偏僻就把他派到哪去 史记啊 记载刘雨昕当时在郎州担任司马的时候 出现一个什么状况呢 叫做地居西南夷 土风避漏 举目疏俗 无可语言者 简单的说 就是到处都是野人 风俗也不太一样 刘雨昕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 他就过着这样的日子 转眼之间 时间过去了十年 到了公元814年的12月 皇帝终于想起刘雨昕来了 哎 刘雨昕是个人才啊 当时为什么把他弄出去来着 哦 为了稳固自己的地位 行啊 现在我地位也稳固了 你既然是个人才 你就回来到京里边干活吧 于是皇帝下令 把刘雨昕和柳宗元都召集回京城 准备要重新给他们安排工作 柳宗元和刘雨昕这对好友呢 在回京的时候 俩人在路上啊 觉得前途甚是美好 柳宗元跟刘雨昕说了这样的一番话 他说玉史中成是你家亲戚 刑部尚书呢 是你爸爸的朋友 中书寒舍人还有礼部的李尚书和礼部的崔侍郎 东宫白赞都和你关系不错 有这帮人在你回去之后肯定能得一个好位置 这话什么意思 就是刘雨昕啊 你家庭很好 你父亲那一辈和你这一辈的亲朋好友都身居要职 你回去肯定跑不了 错不了 我们也是这么想的 对吧 按道理说刘雨昕这次应该能够东山再起 四十多岁也不晚 可是呢 坏就坏在刘雨昕 他是个文人 文人的爱好 就是有脾气 而且爱写诗 这一次奉赵回京 心情非常激动 诗性大发 于是他就在玄都观写了一首诗 这首诗的名字叫原和十年自郎州召回京 戏赠看花诸君子 这个诗一共就二十八个字 我来给您念一念 子墨红尘纸面来 无人不到看花回 玄都观礼桃千树 尽是流浪去后灾 字面什么意思 咱不去讲了 但是这个诗被有心人看在眼里就问了 刘雨昕 你什么意思呀 玄都观是朝廷 这些数就是大臣 这满朝文武满朝大臣 都是你刘雨昕走了之后提拔起来的 你那言下之意就是你在的话 没我们什么事呗 好 你这么狂 我就让你狂不起来 于是就有人开始翻刘雨昕的各类作品 终于在他被贬期间写给柳宗元的文章 《话陀论》上边找到了一句话 拿这个话跟皇上说 说陛下呀 刘雨昕把您比作试杀成性的曹操 这怎么能是忠臣呢 这是不臣呢 您得收拾他 我们说唐宪宗本来这个事情 他心里就有鬼 你想啊 他怎么上来的呀 宦官扶植 发动政变 他最怕的就是自己的政权不稳定 哦 我以为你刘雨昕学乖了 现在一看你没乖呀 你不仅没乖 你还在下面讽刺我呀 行啊 那你也别回京了 贬出去吧 就把他贬到波州去当自使 什么地方呢 大概就是今天的贵州尊义附近 历史记载 这个地区在唐宪宗的时候 只有五百户人口 所以听起来 刺史是一个类似于像市长一类的 这么一个职务 可是事实上 那就是货真价实的镇级市 哇 这个消息在朝廷里面一下子传开 大伙议论纷纷 太狠了 陛下皇上太狠了 大家都有点接受不了 柳宗元呢 甚至给皇帝上书 请求让自己和刘雨昕换一换官职 而这时候 刘雨昕的那些旧日的朋友发挥了作用 他们积极的为刘雨昕奔走相告 总算给他换成了连州刺史 这个连州也就是今天广东清远下的一个县 那好歹刘雨昕在那时候也是一个县级市的市长了 明明是金官 结果写首诗就走出去了 这首诗里又有桃又有花的 这就是刘雨昕第一次命犯桃花 这次事件啊 应该说刘雨昕的对手对他还是很照顾的 把他贬到了偏远的广东连州 后来呢 辗转到四川 十年之后 刘雨昕才从巴山储水凄凉地 来到还算复数的安徽河州 不过他在这呢 又碰着一个小人 当时那个支县 比刘雨昕低一级 但是手里边比刘雨昕有权 刘雨昕是什么 是扁官 像支县这种地头蛇 当然不会客气了 按照标准 刘雨昕应该住在衙门 有三间三煞的标尖 可是支县呢 偏偏让他住在城南门 不仅远离市区 而且面朝大江一片荒芜 支县觉得我给刘雨昕一个下马威了 正在为自己的所作所为窃喜的时候 突然之间传来一个消息 说什么呢 说刘雨昕的家门口贴出了这样的一幅字 说面朝大江 关白番身在河州 思争辩 哎 有江可望 有番可看 水天相接 到哪去找这样的 可以安静思考的江景房呢 我好惬意呀 他惬意了 支县气坏了 知道之后恼羞成怒啊 来来来 接着搬家 又让刘雨昕从城南搬到了城北 到了城北之后 刘雨昕看看这个新房子 心里边凉半截 房子缩水一半 旁边呢 不单没有大江 只有一条小小的德胜河 但是刘雨昕只能在这住 可没想到春天一来 河边杨柳依依满眼春色 他觉得非常的好看 此情此景让他想起了长安 于是他又写了一个诗句 垂柳青青江水边 人在丽阳心在京 这事又让直线给知道了 直线一看好啊 你刘雨昕 还是这么悠然自得 行 我把你再转移一下 于是又让刘雨昕 转移到了城里边一间 只能容得下一床 一桌 一椅的斗室里边 欺负人还怎么欺负啊 可是刘雨昕呢 面对支线 势力小人的嘴脸 不但不生气 反倒觉得滑稽可笑 从容半定的写下了那篇 让他名垂千古的陋世明 山不再高 有仙则明 水不再深 有龙则灵 私事漏事 唯武得心 抬痕上阶绿 草色入莲青 谈笑有红如 往来无白丁 这个时候的刘雨昕 安之若素 荣辱不惊 回想少年时 春风得意 激情四射 如今他已经变得乐天之命 权力 名为这些东西 对于他来讲 已经变得不那么重要了 人生嘛 开心最重要 所以在距离第一次命犯桃花之后的第十三年 当刘雨昕再次得到圣旨 回京等待安排工作的时候 他仍然是谁也没惯着 一回到京城 头一件事就来到了玄独冠 大笔一挥又写了一首诗 叫再由玄独冠 白亩亭中半世台 桃花静静菜花开 众桃道士归何处 前渡流浪 今又来 假如说第一次写诗是刘雨昕单纯的情感抒发 结果被人利用了 那么这一次刘雨昕写这个诗 纯粹是要出一口心中的气 我就写诗了 你们能把我怎么样啊 我还写 唐宪宗一看这脾气真倔啊 得 那您还是回地方工作吧 结果又把刘雨昕打发到苏州 汝州同州去当刺史的贤侄 但是这个时候的刘雨昕心态完全不同了 游山玩水 填尸做父 交友唱贺 名利脑后的东西 就这样 刘雨昕过了几十年的流放生活 到后来呢 看刘雨昕不怎么顺眼的唐宪宗死了 新皇帝即位 他非常需要有能力之人 虽然刘雨昕这时候已经是风筑残年 但是他辈分大名声大 而且文明广播 很正直 没威胁 所以也就没有人给他使坏 朝廷也乐得把他调回来 获得一个美名 自打这以后呢 刘雨昕才终于可以重回朝廷 先是让他在家乡洛阳担任一个贤职 后来呢 又给了他礼部尚书的头衔 当然了 这不是实质 就是享受不及待遇而已 回到洛阳六年之后 他自知大县将至 于是写下了绝笔自传 子留子自传 在这一篇自传当中 并没有出现他对自己的文学成就的任何的夸耀 也没有对自己的坎坷的一生做任何的哀鸣 而是花了接近一半的篇幅 为永珍革新的领导人物王淑文 倾情辩护 最后一次为革新事业振臂高呼 回看历史 永珍革新只有一百多天 但是刘雨昕却用了一生来坚守坚守 再次刘雨昕却用了一生来坚守坚守 再次刘雨昕却用了一生来坚守坚守